最近一周以来,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 笼罩美国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 当地时间2023年6月7日 随着加拿大山火浓烟继续蔓延 受加拿大野火烟雾持续南下影响 美国东部部分地区7日笼罩在橙色雾霾中 当天,纽约成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政府建议居民避免户外活动 防范浓烟所造成的潜在健康风险 据空气质量检测数据显示 截至美国东部时间7日早上7时 纽约市的空气质量指数略低于180 仍属于不健康级别 对此,纽约市长已要求居民避免户外活动 纽约市公立学校遵从政府建议 取消了所有学生的户外活动 纽约州环境官员正为该州居民 定期发布空气质量健康咨询建议 美国纽约、加拿大山火浓烟继续蔓延 纽约空气遭到严重污染 根据美国环境保护署发布的数据 纽约市空气污染指数在7日下午突破400 刷新数十年来的最高记录 这表明该是空气污染极其严重 追踪全球空气质量的Ecare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 纽约当天在全球空气污染城市排名中高居首位 纽约州州长霍楚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纽约民众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再没见过这种景象 此次空气污染是由加拿大野火引起 在过去48小时逐渐加剧 预计还将影响纽约多日 他呼吁所有人尽可能减少户外活动 并提醒对空气质量敏感的人做好防护 纽约市市长埃里科亚当斯也发布预警 纽约市的空气质量状况可能会在7日至8日夜间好转 然后从8日下午开始再度恶化 9日早上可能会缓解 但由于目前很难预测远处烟雾移动的情况 9日的具体空气状况尚不可知 当地时间2023年6月7日 由于加拿大野火造成的烟雾 美国纽约市区交通能见度低 美国纽约加拿大山火浓烟继续蔓延 空气质量状况很差 美国纽约加拿大野火的烟雾笼罩曼哈顿时 人们戴着口罩出行 美国纽约一名男子在拍摄天气 美国纽约随着加拿大山火浓烟继续蔓延 纽约被烟雾笼罩 受加拿大野火烟雾持续影响 美国纽约笼罩在橙色雾霾中 美国纽约人们在范德比尔特大厦 看到被烟雾笼罩的曼哈顿 美国纽约加拿大野火的烟雾 降低了克莱斯勒大厦的能见度 美国纽约普金斯广场公园 佩戴口罩骑自行车的人 美国纽约戴着口罩等待地铁的人们 美国纽约人们行走在被烟雾笼罩的街头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当地时间6月6日 受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尘影响 美国纽约市空气中的PM2.5浓度 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设定标准的10倍以上 纽约市成为了当天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美国多家媒体在报道此次空气污染时称 纽约等多地正笼罩在橙色雾霾中 弥漫在这些地区的烟雾中含有极微小的颗粒物 它被吸入后可深入肺组织并进入血液 进而引发哮喘心脏病等疾病 考虑到上述健康影响包括学校在内的 各类机构已取消户外活动安排 美国纽约加拿大野火产生的烟雾降低了帝国大厦的能见度 发布限制户外活动建议的还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据空气质量检测数据 受浓烟影响 该地区7日的空气质量无法达到健康标准 当地政府已建议儿童 老年人以及患有呼吸系统疾病 或心脏病的敏感群体减少户外活动时间 当地时间6月7日 美国特拉华州自然资源 和环境控制部Jack也发布警报 预测7日至8日特拉华州的空气质量不佳 建议居民减少户外活动 佩戴口罩 并尽量待在有空气过滤措施的场所 美国烟雾和雾霾席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卫星图 美国气象局称 烟雾对美国东北部的影响将持续到6月8日 预计纽约、费城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等地的空气质量 将在7日晚些时候出现改善 但东部的波士顿 匹兹堡以及北卡罗来纳州多地的 空气质量会进一步恶化 加拿大正面临史上最严重山火剂 各地山火总过火面积超3.3万平方公里 烧毁面积约等于比利时国土面积 比过去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约12倍 400多处活跃火点中约250处已失控 过去一个月总撤离人数超12万 近日由于风向的转变 加拿大山火烟飘到了 美国东北部和纽约 6月6日 纽约市PM2.5超标10倍以上 被列入当天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 那么加拿大最严重山火是如何形成的呢? 一些专家指出 这种趋势背后的可能原因在于 加拿大今年春季比正常情况下更温暖更干燥